大家好,大家好,宋文,欢迎回到香港王金一代HK GOLDEN GENERATION 或者HK GENGY 频道的今次 再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香港七、八十年代娱乐圈的东西给你听 尤其是电影圈里面 我以前也提过,香港电影在七、八十年代里面有两个死亡 一个是科幻片,另一个是卡通片 你看看香港当时制作电影,很少要出科幻片和卡通片 但并不代表没有,尤其是八十年代当时 都出过一些卡通片 在八一至八三年当时,香港就连续三年 由八一至八三年出过老夫子卡通系列 算是历史上最卖座、最成功的卡通电影制作 第一套就是老夫子的标题,就是戏名 第二套就是老夫子之水虎转 第三套就是三千老夫子 我三套都递过那支帥哥 最成功的是第二套 以外作来说,就是老夫子的水虎转 三套都是由胡树瑜出品 以及与台湾一个漫画的漫画家 蔡志忠合作制作 为何找蔡志忠呢? 可能台湾制作卡通片方面有些经验吧? 我记得,当时就没有太多管理 当时也在小时候追路故事卡通 就不管谁制作了 这三套卡通片都有卖外负的 你知道香港人口比较小 尤其是那个年代来说 我想香港只有五、六百万 卡通电影摆明也是给新闻仔看的 所以要顾及盈利那方面 一定要卖外负 可能会拉上蔡志忠 有台湾市场 卖其他负负 例如星马那些地方 就更加不用说了 所以可以说 是一个叫中台合作的卡通电影制作 那时候大陆是刚刚开放的 大陆市场还未可以上到香港的卡通电影 这一套卡通电影 当时来说 製作水准都是 可以叫做 有差不多 跟日本比较差一点 技术上 日本是卡通电影的成熟很多 可以叫做 彌補香港电影 尤其是卡通电影裏 製作一个空缺 老夫子电影系列 一二三 我记得老夫子电影去到2011年 那时候 就出过那些电脑 那时候也不是叫卡通 就是叫 我不知道叫什么 电脑卡通 这三部的老夫子卡通电影 最成功那套第二部 就是收了 老夫子好像收了近600万 第一套就是450万 最少就是 山天老夫子好像三百万 在香港市场里面 我小子 那时候就看到了 樽樽樽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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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你自己去YouTube看看 YouTube有老夫子电影 这三部看的 好 今次说到你自己 下次再和大家说一句 OK 拜拜